我们一样分成两部分来解说 第一个的话是如果你的Excel里面的公式 假如说我要把标准不标准变成什么呢 变成过胖或过瘦的话 一请你再切回到原来公式 二的话呢找到不标准这个自串 做什么呢 我的习惯是把不标准 因为我要把不标准删掉 改成两个 所以第一个找到不标准 delese掉 二的话呢再移到我前面的清单 找到if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在删除的那一个位置里面插入一个逻辑 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是判断就是过瘦或过胖 那根据什么呢 其实就根据增减体重百分比 如果大于什么呢 大于5%的话 那表示是什么 表示是那个应该是什么 大于5%那应该是过瘦了 因为它要增胖很多很多 超过5% 反肢就是过胖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呢 大于5%那就过瘦 所以底下的话呢 我就打那个过瘦 反肢的话呢就过胖 这样的话应该可以理解啦 就是用这个来判断 那直接你会发现喔 因为我的习惯是在这个地方删掉之后 在前面加它会自动很 我是觉得这功能还不错 它会自动帮你加到那个位置里面去 而且你就直接填嘛 有点像填空体一样 你就不用重新自己打 那你要自己从头打 打到那个位置也OK 只是我觉得下这个方法比较不容易做错 OK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喔 这个时候呢 全部都出来 所以刚刚是二分 现在变成三分了 有三种可 三种的一个情况 有过瘦的过胖的标准 三种 那当然你还可以再细分啦 不过我想 这个部分应该就够了 那第二个是说 有同学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 做完公式之后呢 自动帮我把过胖的 换个颜色呢 OK 可以吗 在函数里面 如果要变更格式 可以吗 当然是不行 特别是喔 方选它无法变更格式 能够变更格式的只有sub 所以如果你制定 假设你内建的函数 或者你制定出来函数 它只能够帮你处理资料 它不能够帮你处理里面的格式 所以你要把它变成 那个过胖 要换个颜色 你只能用什么 常用里面的设定格式 条件 新增的规则 那先把范围告诉他 如果呢 什么呢 也许里面的值吧 值包含里面的值 除尘格里面的值 它是等于什么 等于过胖的话 帮我做一个格式好了 比如说类似像这样子 过胖 假如说 我要找出过胖的人 那我可以设定格式 自帮我变成红色的 按个确定 好 有没有发现 就出现了 过瘦的标准都不会 不过 感觉好像有点麻烦 因为你要变成你要先做出公式 已经够多了 还要再去设定格式 那如果说你用VBA的话 Sub按钮按下去一次就可以完成了 可是要怎么改 其实改法跟刚刚 基本上一模一样 如果我们改 两个其实都可以改 那改的方法的话 那你可以再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如果方法一我可以把它按右键重新指定去编辑一下 那我改的方法其实变成说 刚刚的公式变更了 所以呢我这边的公式呢 也需要变更 所以把它重新贴上 那贴上之后的话 里面有双引号 我要把它改两个 可是其实里面有这么多双引号 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要改很多次 所以像我的习惯什么 有一招 记事本贴上 把它用什么的 用取代的好了 有没有 编辑取代 一个 变两个 全部取代 这样就好了 而且保证不会错 OK 所以如果说以后 假如你要把公式 放到VBA里面 那你又担心说 你那个一个变两个 你不会的话 用取代的最方便 而且有的时候公式里面 又偏偏一堆的双引号 那用这个最方便 像我之前也是常常 这招也是后来我想出来 因为我也常常改 改了之后发现好像都没错 后来才发现少改一个或多改一个 对不对 用这个方法就一劳永逸了 完全不会错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什么呢 把这个四的部分 改成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endend 再移到中间 再放一个i就可以了 那end前后呢 再加上空白 那刚刚有同学问 这个空白不会自己加 你一定要自己 你不加也不行 因为这是规则 OK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则 因为这个规则不是我定的 因为这个定这个规则的人 是目前的世界首富 就那个比尔盖茨 所以定规则的人都会很有钱 穷人都是follow那个规则的 所以智慧财产安全很重要 如果大家都创一些东西 你会发现他没有钱 为什么 因为他windows一直改版 然后office一直改版 一直卖 你一定要买 你不买也不行 所以像台湾光一个国家 我记得有一整年 光给 就是给微软公司的钱 超过千亿台币 授权金 OK 所以现在很多地方 真的没钱 就想说 我们用那个 就是open office 或者用一些什么 Libra office 就要省钱 不过话说回来 最后可能还是要买 还是会买e sale 为什么 因为最后大家用不习惯 而且没有VBA 对不对 在那个环境里面 一样有可以写成这个地方 但是跟VBA是不相容的 好 那这里的话 把这个复制 把这个复制 所以我刚刚已经把它做完之后 复制之后再贴回来 那第一个部分就完成了 第二个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怎么样 再来针对什么 如果说过胖或过瘦 如果贴上去之后 如果我们公司会有个问题 它好像没有办法去 帮你过滤 因为过滤的部分是在那个 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在那个 Excel里面帮我做 所以我把它输出的话 过胖过是OK 可是如果要做那个什么 过胖变红色的话 恐怕第二个会比较OK 为什么 因为第二个的话 我们把它一样的方法 这个 第二个 直接在逻辑判断里面 不标准的部分 如果要再做一个判断的话 实际上变成说 要在if里面 再加一个if 变成一个潮状 那怎么加 基本上在不标准的地方 Enter一下 在这个不标准的前面 再加一个if 逻辑就跟刚刚的那个 叙述方法一样 如果什么呢 如果那个sales 这个追栏 它大于 5%的话 then 这个也是 加一个else end if 然后呢 输出什么呢 刚刚是输出不标准 那在这边的话 把它输出什么 输出这个地方 大于5%的话 那就是过瘦 反之就过胖 这边把它改一下 过瘦 过瘦 那反之的话呢 就过胖 把它用复制 复制来改 那这边的话过胖 那当然如果我只要针对过胖的部分呢 去做什么 做那个格式设定的话 其实如果用这种写法 你直接在过胖的下面 多写一行就好 还记得吧 就是什么呢 这个 sales 把它丢进 这个点什么呢 它里面的字型 就是font 点什么呢 点color 应该还记得吧 它的颜色 等于红色的 RGB 钱瓜 糊 什么呢 255 0 0 这样不就OK了吗 这一行就写完了 有没有 直接就是红色的字了 所以如果用这个方法 就OK 但是刚刚那个方法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换个颜色 它就变成说 你要再用别的方法了 可能要再跑一个破回圈 去抓出 如果里面是过胖 变得更麻烦 倒不如你就这样写就好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这边的意思 就是这边的话本来不标准 把它再起一个逻辑判 那也就是说 逻辑判断里面 还可以再加逻辑判断 在细部过滤 如果说过胖的部分呢 要变成红色的话 你就是利用前面讲过的 phone color 等于RGB 这个 25500 那我们试一下 这个清除 这边的话就过胖 有没有发现 这边过胖过胖 就OK了 所以如果用VB按下去 一次就搞定了 如果你经常性在处理 这些动作的话 就可以试着把这边给处理 所以这里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的那个变化题 总共一把原来公式里面的不标准 改成过瘦或过胖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那个VBA里面的增减体重百分比 增减体重的这个按钮里面 加上一个叙述 就我刚刚讲到的这个 里面呢 在不标准的那个区块里面 增加一个什么呢 增加一个过瘦或过胖的叙述 然后在那个过胖的下面 增加一个字变成红色的叙述 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 不错的 不错的